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今年高考英语听说考试有调整 据了解各学校要对所有本校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 进行考前连续14天的健康监测 每一时段考试场次由去年的6场调整为3到5场 考生入场时间由考前30分钟提前到考前45分钟到60分钟 所有考生要求佩戴口罩逐一检测体温 新冠肺炎确诊疑似病例考生经核准 由省教育考试院在高考后另行安排时间补考